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症这个节目 我们今天就继续讲香港的新闻 今天香港的新闻其实是相当令我心痛 因为我看这宗新闻的时候,狗狗不能置疑 比我预期中的刑罚长很多 大家要看我节目的时候都知道 我预计黄宗瑶的刑罚应该是三四年左右 这么多人说我太乐观,你们是对的 香港现在这些法官完全是纳水花 六年两个月,七十四个月 相当令人家被动 刘永康、孙晓南、周嘉诚等判监五十四至六十一个月 我们今天主要讲讲七一立法会的所谓的暴动案 希望跟大家一起跟哀哭者同哀哭 我知道讲这些题目,大家就赶客的 因为讲一些Juicy的、开心的、八卦、激情、passionary的题目 一定有很多人讲的 讲这双春悲秋的题目一定赶客的 点击率一定差,但我照讲原因有两个东西 一,一样有一个critical mass 很希望吸收这方面的一些资讯 和我的一些分析 我会尽力而为去做 第二,流传历史见证 这一段片,无论你铲光了所有网上的东西 只要我仍然有这段片在 全世界人可以拿这段片去讲给 小朋友看看 真实历史是什么 any time in the near future in the far away future 希望大家都明白这一点 2019年的七一立法会所谓的暴动案 其实是一个大规模的公民抗命案 12人被控暴动罪成 在今天3月16日,星期六判刑 不认罪的艺人王中瑶被判6年2个月、74个月下 认罪的被告周嘉诚、刘永康、孙晓林 分别被判5年1个月、4年半、4年9个月 此外两名记者王家豪、马启聪 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成 各被判1千元和1千5百元 案中的王中瑶等四人不认罪 经审讯之后被判囚74至82个月 8人认罪被判囚54至63个月 暂委法官李志豪 不要忘记这个名字 我讲过转型整而来的时候 这些法官要坐触他判过所有人的刑份 分歧执行 你自己介绍他要坐多久呢? 李志豪解释说 量刑事考虑 暴动规模涉及过千名示威者包围立法会 漠视警告 变本加厉 冲击 加上立法会 具独特献制地位和象征 象皮图章 你有什么献制地位? 法官形容 示威者在七一当日的行为 挑战甚至有削弱和推翻特区政权的管治意味 今时今日是说暴动罪 你和我说推翻特区政权 你今天不是charge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分裂国家恐怖活动 勾结外国实力 现在没有23条 下个星期三会有 他不是charge你这些 是charge你暴动罪 跟着你加刑的因素 刑罚量刑的因素 将国安放进去 真是有趣 即是今天你去杀 有个人去杀这个李家超 和有个人去杀 这个同样的方式 去杀一个民主派的人士 我不说名 很噁心 不同的 杀李家超是什么样子 判得重一点 因为有削弱和推翻特区管治意味 去杀一个民主派人士 对 是因为你 要杀他才能够保护到特区政权 所以判得很轻 是不是这样 今天你暴动罪就是说 你要挑战削弱和推翻特区政权的管治意味 于是判得重一点 什么道理 他说所作所为 你不是告他国安法 不是告他23条 你今天告他暴动 记住 不够 我们要叛国叛乱罪 未立法 李志豪法官 不管 总之表忠 带着那顿假法 希望表忠为勝职 有名有利 获得共产党的垂青 这个就是李志豪 他说所作所为 那帮人所作所为 针对特区政府极为侮辱和挑衅 带来深远影响 之后香港陷入暴动不安的年代 就是将所有七一以后发生的东西 归咎于他 那些什么721 831 101 就是1111 李大中大 后面所有的东西 都是归咎于这帮人 哇你真是有趣 比如说他同堂 之后发生了什么 粤华街什么抢匪案 有什么容私奇案 有什么的士判冠案 全部跟我偷同堂有关的 攬炒了这帮人 将后面的东西 跟这帮人预计不到的东西 完全攬炒下去 极度荒谬 法官说 考虑到严重性 立法会献制地位文章正义 而认为属于这个严重的暴动案 以七年作为七年暴动罪 在他这个区域法院里面 算是一个上限 用一个上限来做量刑的标准 记住这个地方就是 用这个方式来量刑 于是乎是作为量刑的起点 不足为过 将案中被告案罪责分为三级 分别判官54至82的月 判刑之后 旁听直有大公众人士大叫 加油保重撑住等你 你很心碎 Heartbreaking 有家属在庭外痛哭 王中瑶的妻子Julia 雙眼通红离开法庭 王中瑶被裁决暴动罪成 另外承认一项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的范围罪 法官李志豪同意 王中瑶行为不涉及暴力冲击和破坏 逗留在立法会大楼时间甚短 只有几分钟 但认为这并不构成求情因素和 他说如果像他那样 示威者不断加入支持 即使只作短暂逗留 也可以促使暴动延续 李志豪法官 促使暴动延续的 是林郑月娥政权、中共政权、港共政权 不肯撤回逃犯条例 七一只是肯暂缓 而不肯撤回 想霸王硬上工去做事 你肯撤回 就好像以后几个月 你肯撤回的话 根本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谁使到这个暴动继续出现 延续下去不断升级 就是你港共政权 一个都没有抓到 使到暴动延续 就是因为你 当时612怎么对待那些人 6月下旬怎么对待那些 王之锋、周庭那些 塔他们 说他们未经批准集结 OK 拘捕了很多人 所以很多人需要用一个更激烈的方式 去显示到民情洶湧的地方 表现出公义的彰显 知道当日有很多人想阻止那些人冲进去 是做什么 就是带些后备电 给其中一个记者 拍拍他的肩膀 中几分钟时间 几分钟的时间 74个月夹 总共是 六年 74个月就是六年两个月 即是香港已经搞成这样 比我想象中 是多了接近一半的时间 即我预计四年 现在搞到最后六年时间 我看到这个法官 基本上已经是 煞红了眼 法官说 总共是说 现在很难减刑加刑 很难减刑假释 复核刑期 基本上不可能 即是他坐足那么久 坐足六年两个月 74个月 74个月 整个中学都读完 由中学中一 读到高三 读完 有凸 有几长的时间 他正值是赚钱当扎的时期 出色的演员 接着这帮蓝丝 这帮红狗 就说 黄宗瑶 是罪有应得的 他自己要面对他自己做过的事 他做过些什么 进去递个充电器给人 电源给人 拍拍肩膊 走人 但是没有任何的暴力 请问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说他这样 是鼓励这些人 74个月 他都不是判得最重的一个 稍后会讲到其他人 还有两个比他重 唉 真是很离谱 这个所谓法官说 王宗瑶的出现有鼓励作用 令暴动持续 无论是否知名人士 也激起了现场示威者的士气 法官认为王宗瑶的参与属于最低级别 以六年半为判刑起点 由于王宗瑶不认罪 经审讯后定罪 除无刑事记录 和无争议案情 获扣减刑期四个月之外 其他其他减刑刑刑6年两个月至于进入会议厅一聚 减刑后判两个月同期執行 此于认罪的 另外认罪的刑永康被法官指为令独积极参与煽动 是重中之重的一员 她的女朋友王于喬已经说得很清楚 荒谬绝对 你去判重刑 OK 预了 没有意外 但是最奇怪的是 法官讲到 刘永康是领导 积极参与 煽动 是重中之重起一元 事实上刘永康进去就是劝人走 他说劝人走 进去主动献劝人走 因为召不到进去 就劝人走 进去不是想在一个地方 领导积极参与煽动 No 劝人走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 但是这个法官 不管 领导积极参与煽动 说你是就是 简直不知所谓 这个法官说 他虽然没有使劝 就是劉永康没有使用暴力 但是在暴动中扮演积极参与 指挥和带领角色 包括和示威者商讨去留 用扩阴气讲话 呼吁在外的示威者守护留守人士等等 都是突显他站在前方的带领和指挥角色 他做刚刚你说的 用示威者商讨去留 用扩阴气讲话 呼吁守护其实是说的 劉绩就是守护 但是我们的大人走 他是呼吁人走的 这点你不说 为什么不说呢 他就说 他是站在前方的带领和指挥角色 令暴动得以延续 罪责属于最严重级别 用七年做略形起点 扣减三分之一认罪刑期 半年四年半 说就这么说 会不会坐触七年呢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现在按照这个23条来说 23条就是说国安法 国安法第43条的附属的刑罚 23条立法 还有其他涉及国安犯罪 这些暴动根本不应该跟国安有关 暴动就是云暴动 riot 跟国安无关 那你点它上去 其他涉及国安犯罪 就不让他减刑三分一要坐触到七年呢 黄宗如一样了 六年两个月 他以六年半六年六个月为量刑起点 就是总共呢 基本上是78个月 基本上减了四个月达到70 就是原本记得几个月 72加6就是78个月 那现在74个月就减了四个月 会不会坐在那四个月呢 这个算少 但你看看刘永康 他原先是判七年 认罪减三分一坐四年半 刘永康明白啊 他还有47人案 还在审判 可能分期执行 即可能纷纷坐很多年监的 那他已经坐了整三年了 那未来就是还要找数的 这四年半 另外还有47人案 所以他要找数分分钟长达十年 我就是没有办法去想象 好了 我问题就是说 这七年减三分一 会不会forfeit了 变得都要坐足七年呢 那我就没有办法去知道 法官的宣判的刑期是四年半 认罪才减到你四年半 我觉得你没有尽悔 没有后悔的意思 于是乎 罚足你七年 会不会这样呢 我就是觉得 有这个可能 你不拍认罪视频 就是你没有负义啦 你不肯写悔过书 不肯深圳一日游 不肯被我监视 所以证明你没有负义啦 好 罚足你七年 这个是随时加码的 即是可以无限期地搞这些东西的 所以今天认罪说减了三分一 我认为是虚的 除非他四年半里面 拍认罪视频 就是我会觉得 现在香港会搞成这样 同样承认暴动罪的周嘉诚 再次出人外在身上 他就跟刘永康一样啦 他在法官就说 他在立法会议事厅里面 反送中释放议事 真普选取消功能组别 太阳花香港等字眼 铁港英旗有番举起 没有暴徒 只有暴征的横額 多次撕毁《基本法》小筹子 虽没有参与暴力冲突 但罪责仍非常严重 极之严重 尤其在庄严和据献制地位的立法会 有什么庄严可言 每项行为举措都有象征意义 周嘉诚的行为侮辱 甚至多次撕毁《基本法》 罪责属最严重的级别 以七年为量刑的起点 认罪扣减判监5年1个月 即是刘永康坐4年半 周嘉诚坐5年1个月 孙耀林 以前的港大学生会长 判监4年9个月 两个记者 即是大家看到 他法官同意他的角色 介乎支持和鼓励 最责属最低级别和 以六年半为量刑起点 认罪扣减4分1刑期 认罪不是扣3分1 扣减4分1刑期之后 判监4年9个月 我是曾经开过节目 讲过这4个人的事迹 所以我也不想再重复 但我觉得记住拒绝 慰望他们 另外还有很多人 案发时 出任记者的成大篇位 在王家豪和《易脱时报》的马启聪》 法官说他们进入立法会采访 行为不涉及暴力 没有任何肢体冲突 也没有造成受伤 法官接纳王家豪的经验尚似 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之下 碰触被撕毁的基本法小冊子 并非心存僥倖作破坏 判罚款1500元 马启聪也按指示工作 没有其他不当行为 判罚款1000元 这个就是这样算数了 另外5名被告就惨了 55至63个月不得 这些凝罪被告 罗乐生被指运送物资 壮大声势 不畏分属大顶角色 手持两米的蝶子 激励延长士气 随时可作破坏 两个人减刑之后 同样判囚59个月 其实说明就是5年 即是4年11个月 潘浩超长时间参与暴动 投杂鸡蛋、水瓶等物品 激励士气有煽动角色 属罪严重级别 认罪之后 扣减刑期之后 实判刑63个月 沈镜乐参与较轻微 判监55个月 范俊文有击打玻璃 直接参与冲击与示威者相吐去留 属严重级别 扣减刑期之后 判囚 61个月 最关键的 就是不认罪的三名被告 判监74至82个月 何俊健 参与程度不算严重 罪责属最低级26年半 为两人起点 最终判监74个月 接下来两个 是最重的两个刑罚 最重的一个先我说先 就叫林锦坤 是暴动及刑事毁坏罪成判监82个月 82个月是什么概念呢 6年10个月 我应该深述没错 6年10个月 另外有一位我要重点讲的 就是6年8个月 80个月 被判最严重级别 吴致勇 他是被抬离现场 接受传媒访问 坚持留守到最后一刻 显示他是积极参与者 所以判了他80个月 6年8个月 吴致勇 大家的事迹 可以看法庭线 有篇报道这样写 当时示威者致命立法会 有4个人坚持留守 当时很多离开的示威者 和后来接反议会的人 高呼一起走 一起走 一起走 我当时见到电视的时候 真是哭出来的 是相当激动 有一名留守者 当时当晚就在会议厅里面 接受了访问 他不肯走 一度不肯走 最后才走 被人抬走 上一代经历文革来到香港 争取到有尊严的生活 因此他作为一子一女的父母 有一个子一对子女的父亲 为了孩子不想轻易放弃 那个爷被抬走之后 他知道自己终须承担后果 曾经有人联络 说他可以安排他来港 但他一一拒绝 他说我会看不起自己 于是他留在这里 他承受侮辱之灾 也都不会后悔 半年后 他被控以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的罪 以及后来加控暴动罪 七一立会暴动案每次提堂 焦点大多落在同案其他被告身上 直至案件开审 庭上证供和片段弃露 当日这一名年轻的父母 亦都是被告之一 这位父母被判六年八个月 八十个月下 暴动罪成 这位父母叫吴志勇 按发时 这位年轻父母只有二十三岁 他在2023年去年出家了 发号 鱼潭 潭香山的潭 鱼潭 藏文的意思就是 了解真正意义 报私的人 出家修行 希望学释放下 但入狱前夕 还是会有所牵挂 所说的就是他一仔一女 他说这是一个贪恋 出家人不应该犯这个错 是会引起烦恼的 当然这种 如花超生了 没有果 如果过路人 重踏过的这种精神 可能跟一般 父母对于子女的痛息 是很不同 但你听他怎么说 他说 就算我入了家 都想用一个出家人的身份 进去羞恥 贫增一无所有 得三衣一搏 原来没东西值得开心 就没东西值得不开心 他寄予他的子女 做自己想成为那个人 不要成为别人 想你成为那个人 这个是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要成为这个政权 这个大环境 逼你要成为国安教育 排的字体 在操场排二十三 用中文字写二十三 然后大家列队 然后觉得你成为了别人 想要排的人 就算你被迫要这样做 没有办法 形格世纪 你心里面有把情 都知道 谁是谁非 父母 子女 虽然不可能在公开场合 说这些东西 但是希望 好感的导引 自己的子女 明白这一点 这个才是我会觉得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看 这些这样的 就是故事 我心里面是非常触动 就是看回 这一单案件 尤其是看到什么 入境事务学院 结业回粗 砌二十三次养去撑立法 不是说中学 入境事务 一百零三名的入境事务主任 一百零六名的入境事务助理员 要他们演奏新时代军乐 和民族的乐曲 入境处移障队 也都做中式暴粗 拼齐中国数字二十三 展示入境处全力支持 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 我就可以说 这个情况是很严重 所以我看完这段新闻 心里有戚戚言 我真是为王宗堯祈祷 希望他能够平安 我知道不容易过 但这样看 六年两个月 我当齐投诉你六年监 其实跟梁天琪同等级 梁天琪2016年 你都说是鱼弹 即是曾经冲击过 一起一二三一二一二 于是乎你又扔东西 那些东西被人托下地 你判他六年 暴动罪 现在都没有出声了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做 没有做任何事了 六年坐完 是吗 当时还可以因为行为量好 扣减刑期 现在王宗堯实坐 六年两个月 我先不要说六年半 我六年两个月计算 香港的刑格势 就不断向下滑 未来情况 对这些囚犯 会不会被逼 去做这个 洗脑的精神 的一些所谓的再教育 或者逼他们拍应聚视频 甚至无有可能 随意的 安多个原因 给他送中 安多条罪名 告他一次 四条国安法 送中罪 会不会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 他们的情况 就是说 他要很委屈地 很忍耐 很刻苦地去监狱里面 去做 有些朋友 就可能留言 你做过什么 只把口握 是我真的没有做 我是很谦卑地 我真的 我真的跟他们 没得比 我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说 我跟他们 真是 他们是 以人去仇靶 我只是将他们 的一些故事 用我这个平台 讲多一次 给大家听 讲多一次 给大家听 那你说 你讲有什么用 就是说真的 也不能帮他们 扣减到什么刑罚 加到什么刑罚 我只是说什么用 但我就是两个用 给一些还需要听这些东西 有些这样的人 是需要 继续温存这个善念 知道发生什么事 未来香港的局势 会不断恶化 不会突然间往上升 我们要保存历史真相 就是我需要做的事 如果你认为我什么都做不到 那我可能做到一些小小的两个东西 很小的两个东西 其他东西真的做不到 我都承认 就是我心甘情愿地承认给大家听 我很多事做不到 那当你们骂我 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 我都希望你做得比我多些 OK 就是骂我之前 你做的比我多些 我完全心甘情愿地不接受 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做多些东西 我就是在台湾用Mandarin 用华语去跟台湾讲真香港故事 提醒台湾不要再重蹈覆车 再不要再在那裡 軟弱下去 不要再在那裡 變另一个香港 不要再被共调滲透下去 要懂得怎么样 戴眼色人 第二件事就是 我所做的事就是 希望说给香港人知道 我在香港以外的 I hear you 我知道香港发生了些什么 也都希望 仍然留下来的人 不要放弃这个善念 我知道很多留下来的人 绝大部分支持民主自由的人 其实都留下来 离开的可能只有五十万 六十万 顶多都是这样 未来这一波可能更加多 就是我们会讲到一些BNO的东西 有机会讲到BNO的东西 但 现在这个环境之下 我希望大家 盡力做 盡力保存这个善念 给自己和自己下一代的人 他们不需要公众障合 说那麽多东西 我知道很难的 我也都不会大闹 这些留下来的人 是什麽 我都没有 我不会这样说 有些是 有些不是 我只能说 留下来的人 有很多原因 一可能他爸爸妈妈走不动 七十几八十几九十岁 那你做子女都要尽孝的 你不可能说 就这样扔下那个地方 什麽都不来 猫猫狗狗 毛鞋 你都要去处理 他都在这 你怎麽搞 他搭不到飞机 第二件事 国外找不到工作 希望多赚过三五七年前 而全明 即他没有这麽信心 有些工种是很难找的 或者他自己的身体 有些残障更加难找 第三是说 想自愿留下来等 他忍一口气等待黎明 明就明 不明等到黎明 有 第四 有些政治人物 未被拘捕的 不愿意走 也怕走在机场被人拍 第五类的 就是希望保持无感的状态 即无感的感觉 希望有个心理距离 有些真是放弃了梦想 It's really bad 但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梦想 顶多保持一种 心理上不明白 但是不要无感 不要冷漠 因为你由亢奋 悲伤到冷漠 然后被溶化 是一个sniding scale 李立峰教授曾经 中大的李立峰教授曾经 问那个关键问题 问下留下来在香港的人 他问的问题就是 你会和小孩 你的小孩 继续讲2019年的事故 真实的事 八成都说yes 我知道香港人心不死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八九年之后的中国人 和一九年之后的香港人 即我可以大喇喇地说 一九年之后的香港人 就是拒绝遗忘的一代 即使留下来 他们活着一个暂时的parallel society 即是 陈建文教授说过 平衡时空里面 有独立书店 鸡死鸡还在 见山会执 不要紧 还有其他独立书店 有独立的自媒体和媒体 无论你看 雜誌社追踪党媒 你看这个renews 即林彦邦的媒体 你看独立媒体 你看停刊 法庭线不能进入 还有很多自媒体里面 哲学文学 和其他方面 比如长跑队 一些群聚 远对抗 即现实上不是远对抗 抵抗 就算教书 中学教书 教到国安的东西 香港就立了国安法 国安法第一条 如果一个老师用这样的pokerface 来讲话 那学生懂得到 其实老师都没有兴趣讲 考试考 即是背了他算数 这些就是 真是做老师的人 只会讲话 人家逼你讲 讲了明 讲了嘛 可以了 另外就是所谓的 受苦共同 受难共同体 旁听 探监 送朱古力 是不是 写信 每一次有庭审都会去 ok 另外有一班香港人都觉得 要有 就是给他喘气的空间 不要一直讲完政治 他想休息一休息 就是见字 喝水 另外就是 他为什么要去深圳消费呢 因为他觉得 讨厌香港多于中国 喂 他觉得在深圳里 坐在那个 挪湖商业城 坐在这个 福田什么地方 你在那儿骂李家超 不会旁边有国安 在那儿逗你回去 喂 但是你在 香港大快活大家乐 坐在那儿 你在那儿骂李家超 骂邓炳废 你看有没有人理解你 看有没有人理解你 这个是个害怕 他觉得在深圳里 比香港更安全 那某程度上 不是完全 某程度上是个事实 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外面的人 要有些对于留下来在香港的人 有些同理心 我只是这么说 我们会 很多人会说 香港已死 留下来就是港珠 那这些是 broad statement sweeping statement 我只是说 我们讲这些东西 是讲给我们 我们旁边的 那些台湾人 美国人知道 beware of Hong Kong help Hong Kong 我们在讲这些 我们的target audience 是这些人 就是希望 留下来的香港人 也能明白 我们怎么这么说 我们有内疚感 我从第一天2020年 跟大家说 我有内疚感 我相信离开了香港 更能够保存 对香港的这份真 善美的情感 做我每天的事 有些人说 exit is loyalty 我说不出口 我只是说 我自己觉得来到台湾 我当然觉得 我落地生根 为台湾做事 为台湾不是为民进党做事 绝对不是 是为台湾做事 我再说多次 我对蔡英文是充满批评的 你看我节目都知道 蔡英文 其实在外交上 抗中牌上面是非常好 这个我们支持她 投票我也投奈清 但 她在内政方面 经济问题方面 是出了很多问题 尤其是 很多政策不到位 年轻人不开心 是吧 另外你金门事件那么软弱 是吧 另外你不断搞左派议题 由第一届的 搞这个所谓的同分问题 一直搞到这个所谓的 同分 是吧 年金 封电 绿能 搞这个废死 这些不是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民众最关心 economy and economy 是否你有没有一个真正引进外资的计划 从繁体支那 繁体中国的台湾 变成一个 我经常说繁 我创这个名词出来的 繁体中国的台湾 由人治社会 步入法治社会 迈向海洋国家 引进外资 将法治社会 带来的地方 不再讲人情 不再讲关系 不再讲搞自己的 超级财量权 见人讲人话 见鬼讲鬼话 的香愿精神 委员 其实最后就是不直接 不按本子 不按规则办事 这些东西 是必须要改的 李登辉的90年代 是改了很多东西 去到陈水边某程度上 都比较差一点 蔡英文 其实跟陈水边的能力 可能还要 绿皮蓝骨的问题很多 即是他基本上 没有真正的国家观 对于真正心路来说 真是转型正义 台湾建国独立 其实是零分的 基本上零分的 讲就很多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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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多 做些什么出来 当你一个 转型正义 是没有加害人的 曝光 懲罚 你基本上 没有真正的转型正义 所以我不是说 去到今时今日 很多政策批评的地方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东西 但我只是跟你 清心直说 作为一个 intellectual 不是为政权服务 不是我想做官 但是想做总统 想选临委 想选市议员 no 我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 我对truth有兴趣 对justice有兴趣 这是最关键的位置 亦都是 我会跟大家讲 我会觉得 会和 你留下来的香港人 会并肩作战 这个是第二种忠诚 我第一种忠诚 是对台湾 希望守护这个地方 因为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can do 你切身处理我的处境 想一想 是吧 我就是为了台湾 希望好 我读书的地方 我的另一半 是吧 我的落难时候的地方 发展我人生 第二事业的地方 都是台湾 四个月 是我觉得有感情 很多人说 那你快点去美国 美国 加拿大更安全 是啊 冰岛更安全 我觉得是 真的 是吧 即如果你求一几支 安全与幸福的话 我绝对不需要选择台湾 这个是我的宿命 即是我觉得 这个是大家要明白的 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起碼2024年的我 我面对台湾这个社会 我会看到 还有一批志同道合 我肯一起跟我一起奋斗 可能去到某个位置 这班人全都投了贡 我不知道 到时才决定 但我今时今日知道 还有很大的一班人 在街上见到我 不懂的 他们会走过来 又说很多谢你做节目 那些台湾人 用国语跟我说 即是华语跟我说 即是很多谢你做节目 我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 不是说我出不出名 那些费那些我完全不理 我没有钱收 你赚我的钱收 我只是说一件事 起碼我知道 台湾有些人是醒的 我希望更多人醒 就是这样的目的 这是我觉得 可以 我手上 我的嘴巴 我的脑袋 我的做事的方式 可以改变到的 我先尽力做这件事 香港的光伏 是一个远景 远景 既是远景 也都是远景 不要放弃希望 拒绝违望 和各地的同道 一起温存这种友谊 温存这种理想 等待时机 蓄势待发 守护香港 大家加油 下次再见